今天这期视频我跑了朝上三个市 吃了20多家长粉店 带你们一起领略一下 什么叫做朝上长粉店 粉皮酱汁馅料简称长粉商要素 我认为和其他地方比起来 朝上长粉最大的特色 就是馅料丰富 荤素搭配 昆菜有鸡蛋肉类和海鲜 其中以牛肉猪肉最为常见 猪肉长粉通常是把肉末和蛋液混合 再和长粉一起蒸熟 而牛肉长粉要先用沙茶酱去腌制 在朝上牛肉不能没有沙茶 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正常的海鲜长粉里面有小生蚝小虾仁 别看他们个头小 朝上有句名谣叫做 蛤蚝蚝蚝蚝才有锅 那难道还有不正常的海鲜长粉吗 那除了以上这些 朝上馅料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各种蔬菜 在汕头比较常见的是搭配豆芽生菜 朝中那边喜欢放白菜 那到了接洋 肠粉的配菜就多到让你眼花缭乱 除了以上说到那些 还会有西洋菜韭菜各种菇类豆制品 还有竹笋南瓜芋头甚至蟹柳火腿肠牛肉丸 你不知道还以为在吃麻辣烫 但无论怎么加料 有一种东西是整个朝上地区达成共识的 那就是拆布 这是潮湿的萝卜干切碎后再用油去爆香 有的店铺还会用腌制更久的老菜 吃起来更有滋味 那说到肠粉的粉皮 它是用线膜的米浆去制作 按照厚度可以分为厚皮薄皮和超薄皮 像这种厚皮不透明的 一般是用心米 口感偏软但米香十足 而薄皮肠粉一般是用橙米 吃起来有韧性但米香偏弱 而像这种带有一点透明的 则是米浆添加了其他淀粉 进一步提高了粉皮的韧性 而当薄肠粉内卷到一个极端 就出现了超薄的版本 通过大幅提高薯粉的比例 从而达到透明的效果 这四种粉皮 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 以我的观察 在潮州和汕头的陈海朝阳一带 会喜欢厚一点的粉皮 那街阳和汕头相对喜欢薄一些 而超薄的肠粉 则是汕头独有 这几家做超薄肠粉的 几乎天天都在排队 上头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除了有超薄肠粉 还有彩色肠粉 通过在粉浆里面 加入黑米 胡萝卜 苦瓜 南瓜 甚至火龙果 做成五颜六色的效果 诶 你别说 苦瓜汁做成的肠粉 再搭配牛肉 CP值还挺高 那视频看到这里 如果只聊馅料和粉皮 朝上人民还能心平气和 求同存异 当要说起肠粉的酱汁 那估计每个地区 都要来跟你理论一番 你过来啊 诶 我们现在到了潮州 在潮州 最具特色的就是 花生酱肠粉 咸口的花生芝麻酱 搭配潮室卤水 味道浓郁咸香 有的店铺还会在上面 加一个半熟蛋 酱汁和蛋液混合 令人印象深刻 那在潮州的饶瓶 这里的酱汁就更加特别 他们用的是甜酱 里面还加了辣椒和芝麻 如果刚好你是甜党的支持者 那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但是甜肠粉也不是饶瓶独有 和饶瓶隔海相望的汕头南澳岛 这里的肠粉也是用甜酱 而且味道比饶瓶更辣 其实甜辣口和海鲜还是蛮搭的 那除了南澳岛 在汕头其他地方就是以酱油为主 它是在生抽的基础上 加入鱼露蚝油或者香菇等材料去提鲜 再加水熬制 调味比较简单 整体会偏清淡一些 那到了街阳的普林 肠粉酱汁又大不一样 甚至都不能叫做酱 而应该叫做汤 它是高汤加酱油沙茶葱蒜的香辛料去熬制 而且你会发现这里的肠粉旁都比较深 目的就是能装更多的酱料 把肠粉整个泡在里面 可以一边吃一边喝 那到了街阳市区 酱汁的分量就没有普林那么多 颜色会更深 味道也会更咸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同属于潮汕地区 但一条小小的肠粉都能有这么多区别 其实每一种食物都是随着地域 人文和时代的不同在不断的变化 经常有观众问我 什么时候来做一期正宗的潮汕肠粉教程 那看完这期视频 你们应该会打消这个念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大家对哪个地方的肠粉感兴趣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在找时间来做一些深度的分享 我是马蹄 我们下期再见